現今很多小朋友都有上網的習慣 只不過對得電腦多 對於眼睛都會有一定的損害 所以作為父母的 就應該及早教導小朋友保護眼睛 而身為家中兩位小朋友爸爸的恩子丹 也都心明此道 這日他出席一個眼波活動時 就說他都有留意自己小朋友的 視力健康發展 我覺得要找個平衡 你說完全不讓他們玩 第一不要公平 因為我們小朋友都希望可以 有看一件事的娛樂 所以盡量去找個平衡 就是不要玩太久 盡量帶他們出去戶外地方 看到綠色的東西 子丹除了關心子女的一雙靈魂之窗之外 對於他們的學業 子丹都很上心 他還透露這早上 為了兒子 搞得差點遲到 第一天 是我兒子的社會 我兒子的社會 我自己疏忽了今天的行程 因為昨天通宵回到家 我檢查我的行程 然後今天的社會 所以便離遲了 你今早是幾點就要去學校 今早早九點多鐘要拍 九點多鐘 很趕 是啊 太聰過了 師傅 師傅 你的表面如何 我不知道 希望可以 你陪了過去 你緊張嗎 都不緊張 我兒子比較活躍 他是很喜歡跟別人聊天 你見到他面前有什麼話 都沒什麼的 我覺得這些隨緣 我們盡量 因為我要去社會 姐姐在同樣的學校 希望他母子弟可以同樣一個學校 去年子丹和趙文卓的戲霸風波 雖然已經告一段落 但是因為這樣 而引爆出 他和內地導演譚兵的九分仍未平息 早前譚兵指控子丹 以強權令到電影計劃邀折 並入本法院向子丹 索償數百萬人民幣 而同時子丹也認為對方 嚴重損害自己的名譽 日前向北京法院提出訴訟 要求譚兵賠償五百萬人民幣 並登報道歉 只不過提對這件事 子丹就說 想多回應了 其實都是交了給 因為進入了司法程序 交給法庭 我相信法律根證 其實大家知道我在內地 那麽多幾十年 就是我一向都是很 在這方面很低調的 亦都不會有什麽大的 就是 如果受到有些委屈 我都不會出聲的了 但是就是 我覺得就 拍戲啊 還有對於社會 是應該要踏踏實實去 就是去很誠實去做人的 那如果過了一個底線呢 真的過了我的底線呢 我就覺得是 應該要去 有些反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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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